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有一位海外网红指责韩国种族歧视的影片 在韩国收到了很够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韩国越南出生的爱豆出道的话 就会间接地称赞 哇,长得很像韩国人 这基本上就是在说 你跟我们长得很像 所以很漂亮的意思 韩国人认为他们外表很优越 另一个泰国成员在全世界最有名 但是在韩国是最没有人气的成员 那是因为他长得像泰国人 他长得像东南亚人 所以只在韩国没有人气 我在韩国住两年后觉得 韩国人的外貌至上主义与种族歧视 真的是疯狂水准 虽然不知道这位在韩国住了两年 遇到了哪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说韩国外貌至上主义 也就是很注重外貌,我认同 说韩国会有人种族歧视的话 我也是认同 毕竟一个国家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种族歧视是疯狂水准 就是有点夸张了 首先影片里说的 在韩国越南出生的爱豆出道的话 就会渐渐地称赞 哇,长得很像韩国人 这基本上就是在说 你跟我们长得很像 所以很漂亮的意思 可能因为韩剧K-POP的影响 很多外国人对韩国人有着幻想 就是觉得韩国帅哥美女很多 但实际来过韩国 或者是周围有韩国朋友的人应该知道 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样 长得帅的人 漂亮的人 就是那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位韩国网友的留言 那女的在无理取闹 她说的越南出生的爱豆是 韩国人只是觉得 她长得很像韩国人 有韩国人的感觉而已 不是说长得像韩国人才漂亮 那澳洲出生的Daniya也很漂亮 但长得不像韩国人呢 那就变成不漂亮了吗 非常有道理 再另外举一个例子的话 Lisrafin Kazaa 在韩国也是以长得很像韩国人而有名 但是另一位长得很漂亮的成员Sakura 长得一点都不像韩国人 所以韩国人就觉得不漂亮了吗 然后影片里还说 韩国人认为他们外表很优越 所以长得像韩国人就表示漂亮 我给大家看一个在韩国论坛非常有名的一个照片 这五位是电玩选手 大家能看出来哪几位是韩国国际的选手吗 因为长得实在是很像韩国人 所以几乎百分之百的韩国网友们都猜对了 一看就能知道是韩国人 在其他国家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但是在韩国说长得像韩国人 真的就是指有韩国人的感觉 有漂亮的韩国风格的人 也有不怎么样的韩国风格的人 然后影片中的 另一个泰国成员在全世界最有名 但是在韩国是最没有人气的成员 那是因为他长得像泰国人 他长得像东南亚人 所以只有在韩国没有人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什么他自己判断Lisa最没人气 好傻眼 首先按照你的逻辑 他国成员人气较少就是种族歧视的话 相反的在泰国 其他成员们都比Lisa没人气 那就是因为种族歧视吗 所以泰国也是种族歧视疯狂的水准吗 看东南亚YouTube影片的话 也有人说韩国人眼睛小 用手做撕眼睛的动作 说没有很多漂亮的人在鄙视外貌 现在竟然还能说这些 他说在韩国生活两年体验到种族歧视 却一个例子都举不上 只是在自己想象哈尼跟Lisa的事情 韩国注重长相确实是很严重 但是他举例的出道IDOL 我真的以为是韩国人了 不是说像韩国人所以漂亮 而是真的很像韩国人 然后后面说的IDOL只是取向差异吧 我们国家确实也有种族歧视 但影片里的内容只能认同一半 说长得像韩国人 一部分人可能也包含了 因为长得有点不像东南亚的人 所以觉得漂亮 但一部分的人就没有觉得那样 都是分人而已 Lisa在韩国不是最有人气 跟长相无关 只是在韩国通常都是韩国人比较更有人气 说实话在泰国 不也是因为Lisa是泰国人所以更喜欢吗 但是我看过很多把长得像韩国人当成称赞 所以除了种族歧视内容之外 这人的立场多少也是能理解的 因为社区媒体的发达 什么样的人都能下拜后引人注目 比起聪明分辨是非的人 耳根子软容易被带风向的人居多 所以渐渐变成了没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事件了 其实说真的 这只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在韩国网路上很容易就能看到有网友说 因为不喜欢动漫 所以去日本回来之后就觉得日本很无聊 吃的东西在韩国也都能吃到 城市风景跟韩国都差不多 甚至还因为是韩国人遭到启示 但我却因为很喜欢动漫电子产品 迪士尼 总之很多理由 所以很喜欢去日本玩 每次去每次的经验都很好 这其实就像盲人摸像一样 根据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经验 就会对一个事物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的人喜欢 thank you来了 有的人去喜欢随便吧 thank you 有的人只是喜欢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着尊重彼此不一样的想法 不要以偏概全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架子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架子